大家好,今次介紹這個海帶綠豆粥 大家好,今次介紹這個海帶綠豆沙 這是海帶來的,在雜貨店買的 可以給幾元,很多 通常都包好一份份 回來後先浸泡 海帶先浸泡水 這些是臭草 臭草,我想是香港私人買的 臭草回來後,整棵浸泡去洗 這裡賣了10元 是賣的年藕、檔口 好些買的 回來浸泡水 有陳皮 陳皮為何這麼碎呢? 因為早前曬完後,那些太脆了 就用一些碎的來用 這些有20多年的大紅皮 有些10年8年的二紅皮 青皮,甚麼都有 混合了,放不放不放 薑就幾片,刮皮 通常藍潘順的那些人呢? 有些人喜歡放米 有些人要放米漿 你可以不放的 放幾粒,如果沒有的 你就可以放些飯 浸一浸 浸一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綠豆也是 不如浸一浸,洗一洗 最好有時間浸 過多小時,洗一下 再換水 煮的時候,很簡單 非常簡單 我們浸一會兒,洗乾淨 撈起它 綠豆呢? 中間有時候有些 古古怪怪的顏色 我們撿起它 即是壞了的豆 我們就凍水 如果你是下陳皮的 你就凍水下 最好是刮一刮些浪 如果你是刮不到就有它 如果上了20多年就可以不用刮 如果十年八年都可以刮一刮 那就下陳皮 還有下薑 我們凍水下的這兩樣東西 是凍水下的 這樣 下完後就 滾水絲 放米和豆 我們現在呢 米呢 照樣浸著它 那些 海帶如何處理呢 什麼浸鬆的海帶呢 我們現在呢 最好浸在那個 升盤上 它有些髒的東西 你只好用一個易潔布 輕輕擦一下 把它擦乾淨 擦完之後 然後切條 切成像那些 長型的 米帽子那些 一條條的 手指尾五 五上一大 一條條的 我們就切好它 洗乾淨 過多幾次水 然後就切開一條條 下豆子再說 我們的海帶切好了 洗乾淨 就是這樣 那我們呢 就先拌一拌水 這鍋水還未滾 這鍋糖水還未滾 我們放一些 普通滾水來的 我們放一些滾水 一灑它 就放一些鹽 放兩、三根鹽 大約灑它 兩、三個小時 開個大火灑它也不怕 然後灑它兩、三個小時 之後呢 就撈起它 撈起它 就拿出來 沖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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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備用 那我們這些 這些 臭草怎樣做呢 通常我是喜歡這樣做的 那些框呢 就很難吃的 我通常會撕撕撕撕 這些最後下的 因為煮了太久 它沒有了那些臭草味 就沒有那麼香 如果你不喜歡下的 就不要下了那些臭草 那我通常會先放一些框去煮的 明白嗎 這些框是最後撿上來的 明白嗎 這樣撕 這些幼細的那些 那這個很大棵呢 可以用剪剪剪也可以 用剪剪剪也可以 反正是用剪剪剪的 譬如說我不會撕的 我們喜歡用剪剪剪的 你現在已經聞到大臭草味 我們整棵拿去浸乾淨 它 感覺上 那些框 那怎麼吃呢 我們要丟進去煮 而處理推 那這裡不斷煮它 煮它三、兩個字 那我煮得來 這裡可能也不能下豆 那再說 那媽媽繼續說一下 那這些框呢 我們就丟進去煮 或者一會兒把它撕上來 那你不撕就行 你可以把它撕掉 那這些就剪碎一點 那未下豆 之前呢 我們先用水養著它 一會兒我會撕掉那些殼 那些綠豆衣 那我會用這些 那些是備用 那這些海帶呢 我們煮了大約有 一、兩個字 那現在我們要撈起它 那些水養著它 那些水養著它 再撈起它 那些水養著它 那些水養著它 那我再說 那滾到爸爸聲 那我們就可以加些綠豆下去了 那這裡就只有果皮和薑 那你現在把綠豆下去了 那一路保持著大火 那就可以加些米下去了 那你可以浸開了些米的 那你可以不下的米 那這裡有一斤綠豆 一斤就是600克左右 這裡大概 六公升水左右 我喜歡稀一點的 那我們一直保持中大火煮它 讓它蓋上蓋上去 那它煮了之後呢 那記住下了米呢 開頭它會有些 那些沸泡出來會滾舌的 你不要蓋上它 開個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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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煮它 大約煮一個半小時 例如 不要超過兩個小時 那你可以煮一個小時 那些人煮一個小時 那我通常喜歡煮一個半小時 頭一個小時鬆一點 我會用中大火爆它 就是 到最後呢 那半小時 會用中小火來煮它 那這些就隨你自己個人喜好 那你再給一些片糖 通常我會用這些片糖 那這些就不下的 這些不下的 我們先煮一下 用水養著它 那這些海帶 我已經飛了水了 出了水了 如果這些出了水有什麼好處呢 它有些散 還有海帶的腥臭味很厲害 我會出出水它 然後洗乾淨它 用冷水養著它 到時候一會兒拿來用 就說 現在煮了差不多大半小時 那你見到綠豆殼呢 那些衣呢 就把上來 我們這些就不要的 扔掉它 那如果你衝突 那些果皮上去 你就把它放進去 那這些就不要的 那你如果想它 它是清潔一點的 那我們就 按一下 按一下它 那這些衣就不要的 因為呢 一來就不好吃 一來吃了會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胃痛 那撈完這些衣上去再說 那你把衣上來了 那這些框 都可以撈上來的 那你方便的話 那些框 你也可以撿上來 那我稍後再撿了 那我們呢 海帶不要下 我們現在呢 那中途要加水的 不停加水的 現在煮多半個小時 就差不多了 那連同水也丟進去 會晾晾晾去 那這條油煮半個小時 就搞定了 這條通常下了 我通常下了臭草 就會煮一半個小時 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 撈到一些框 那些薑 都撈上來 那就 再加上海帶下去 那就 加片湯 那就搞定了 那一會再煮 那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呢 最後呢 你看看這些殼 你要不要 你可以不要 那你不想要 就撈上去 那我就撈上去 那我就撈上去 那呢 那 那差不多了 就煮了一個半小時 那現在呢 我就撈完這些 最後這些殼 我順便撈上去 那些薑 你最好撈上去 那些薑 那些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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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 那些框 拿走 那些了 那我們呢 將薑 那些框 那我先撈上去 那不然被人撈到 那不好吃 那記住 綠豆沙 就不要煮那麼稠 那你可以不給米的 記住 那要稀一點 放久了或隔夜會稠的 會稠的,差不多兩三成 很恐怖,有這麼稠就OK 如果你馬上吃完就可以,可以煮稠一點 現在我們煮好了,煮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放海帶下去,水就不要放 撈了海帶下去,然後滾起,就可以加糖 加了糖就不能再煮了 再煮一些糖會酸的,會變味 明白嗎?我們現在先放六大櫃 大約煮一兩個字,煮一兩個字 再加糖,再加糖 為什麼我煮這麼大鍋呢? 連同我自己,我給兩至三家人一起吃 幫我媽媽煮成家 我煮這麼大鍋,你當然不會煮這麼大鍋 這個煮好像八至九公升 剛剛沒有一斤豆 那你自己煮就煮200,煮200豆 即是200克,你自己脫 滾一滾,再說 因為是中大火的,記住 好嗎? 那我煮過幾個小時 再說 那我們的昆布和海帶滾了一陣 一兩個字 那它每次滾完之後呢 會泡一些泡出來的 就是海帶裡面的髒東西 那我們先把它拔掉 然後就可以加糖 最後可以加糖 因為海帶已經滾透了 一兩個字 本來已經出了水 如果你不出水 就好像很多糖 滾透了 你說不介意的就不介意 就這樣吃了 那這裡大約是包領糖 一些片糖一包 開小一點 給糖的時候開小一點 不要那麼大 如果太大火,糖會變味 我們用小火 來煮糖 接著就可以關火了 為了安全起見 先給剩一塊 待會真的太甜了 我們給了糖之後 它慢慢變回深色 這些綠豆沙 慢慢變回深色 我們要試味 這些糖多了就不能變 如果你想味道特別一點 可以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 海帶的綠豆會很好吃 大約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 不要太多 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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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燒做這個動作 冬天可以不用做 我們煮糖 就可以關火 用中小火 你要煮定 如果你想進冰箱 進冰箱 就這樣 攪勻 就立即放入冰箱 立即放入冰箱 這樣就 放在冰箱上 如果你有真空袋 就用真空袋 放在冰箱上 一頭半個月 煮出來 放鬆它 然後再煮 不過 接近八成 就是一個綠豆沙 你看冰箱有沒有位 冰箱就沒什麼位 冰箱已經騰空了出來 準備煮其他東西了 綠豆沙差不多完成了 糖溶了 再給大家看看 我們煮到熔糖 如果用酒樓 酒樓有趣 所有都是用白砂糖的 紅豆沙 酒樓沒有綠豆沙 不會用片糖的 一定會用白砂糖 有一點不說 用了再說 最後我給了一包半糖 大約 如果你不夠甜 它會有些 綠豆沙的味道 很有趣 我們現在熔了 這些糖 我們現在滾了 因為這些泡 好像不左轉 這些就是 片糖裏面的泡 來的 我們看到它 這樣 我們可以先撇上它 綠豆沙就搞定 我們就放在這裡 可以 喜歡分開它 分兜 入兜就可以 記住千萬不要太稠 不要太稠 有這麼稠 會稠 它會稠 搞定 差不多可以吃火了 這些人經常說 有風有風有風 很有趣 你煮的時候 怎麼搞都不會有風 明白嗎 這些人呢 尤其是港府人 港府人 他們吃糖水 不能到處攪 吃粥也是 他們會有風 我不知道什麼風 我從小到大都這樣說 就一筆筆的 如果你怕它有風 其實還有一些糖水 就會滾熱來吃 有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吃了會肚子 我不知道 老人家都這樣說 我媽媽都這樣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的廣州人 是這樣說的 這樣就搞定了 我媽媽不是在廣州出生 我媽媽在香港出生 不過他們 老婆的 老公的 小小的調味 是這樣的 吃糖水 不能搅拌搅拌搅拌 好 謝謝收看 拜拜